又到了隆逆七年的时候 那也就是补饭的时候到了 大家好,我是佳妖 这次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冷门 却是一部非常好的一部作品 听我的电波吧 在大家观看之前 这次的影片将未被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剧情的介绍 而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个人的观后感 故事的一开始,刚分手的女主 在酒吧里和一位帅大叔说话 但因为帅大叔的职业 是一位导播 帅大叔透露的话 全都被他录了下来 还被放在了广播上 白天在工作的女主 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出现在广播上 女主立刻就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来到了广播室 并且想要阻止他们的广播 但如果想要阻止这个广播停止下来的话 那就只好自己 现场顶替上去 被套录了的女主 在这时候完全展现出了自己 强大的talk力 让这次的广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店里的常客也知道了 是女主本人 但因为突然跑出去的原因 女主面临被裁退的危机 这时候女主变成了 自己的地方工作 在生意时刻的架空实况直播节目 这个架空实况直播的意思 就是要广播员扮演在情景中的特定人物 比如说第一集的和钟雄一起战斗 一片和观众互动 又或者是一个三人犯劫持了电台的情节 和刚埋葬了自己的前男友的剧情 虽然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但观众不都是喜欢听这些的广播吗 到这里 剧情的介绍其实就已经差不多晚了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剧情的话 那就只好请观众们自己去观看呢 恐怕这时候你们就会问 诶 佳佳佳 你这样不是偷懒吗 之前自己的影片太过长了吗 那你倒不如不做不是更好吗 各位观众请稍微冷静一些 至少我还有第二个部分要说啊 因为我只讲了大部分的剧情介绍 所以第一部分就会有点短啦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里补回去 不就好了吗 大概 比起一些转身系列 又或者是一些热血翻 相对这些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看一些热尝翻 毕竟好的热尝翻 总能说中我们社会人的心理 就好比 听我的电波吧 这部作品的女主 刚失恋 刚失业 没有了住的地方 又没有了一直在追求自己的男生 这不就正好说中了我们社会人的情况吗 这个时候你们可能会说 诶 这些不都是小事吗 只要重新站起来不就好了不是吗 但是石头不是砸在自己的脚上 自己是不会知道疼痛的 我不会说这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部分 但女主所发生的事情 在我自己的身上也发生过 只不过女主那里是动了 而我这里是真实的世界 失恋后会去借酒消愁 性情不好就会在家里看点 遇到作者就会垂头上去 观众们的反应好的话就会捡回信心 遇见自己的前男友也会差点被攻略 如果你说这些不真实的话 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 我们大家不都是这样挺过来的吗 就以真实的部分来说 女主就和我们一样 在现实中也承受了压力负担和打击 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压力压在了她的键盘上 但即使如此 她还是以昂扬的姿态来面对她的生活 她没有理由逃避的话 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面对 总结来说 《听我的电脑吧》是一部相当好的作品 无论是在广播时的分镜表达出来的部分 还是散散理会配音的女主在广播中的吐槽 嘲讽甚至是内心的呐喊 这些其实都做得相当出色 可是要说这部作品全都是优点吗 对我来说那也只是一点的小瑕疵 但无论是多么好的作品 都还是会有人不喜欢 比如说她的画风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 女主画的这样真的比较好吗 大家不都是喜欢萌达达的美少女吗 因此看了第一集后 被劝特的人不少 喜欢看点兔当然就不喜欢这样的画风 还有就是广播员的专业态度 如果观众们要求像是白香一样 差不多完整的相似度的话 恐怕大家就要失望了 毕竟人家想述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看清知详后面对现实生活的态度 我是家哦 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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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